大家好,我是子晴,今天分享 战国策中一篇玉棒相争的预言故事 有一只河棒,悠然自得地在河滩上晒着太阳 突然之间,有一只玉鸟飞了过来 他看到肥美可口的河棒,于是猛地扑过来 想要险走那只河棒 河棒看到危险来临,急忙合拢了自己的假翘 紧紧地牵住了玉鸟的嘴巴 玉鸟拼命咬住河棒,河棒也用力加紧玉嘴 就这样,谁也不肯让一步 这时候,有个云翁恰巧路过 他看见撕咬在一起的玉盒棒 便将它们一同塞进自己的鱼楼里带回家 有句话说得好,处事让一步为高 若是盒棒和玉鸟都懂得让一步 最后也不至于双双丢掉性命 可仔细私存起来 盒棒和玉鸟又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呢 生活中,有太多人都是因为不肯退让一步 从而陷入与他人的争论中,到最后常常都是两败俱伤 殊不知,懂得让步才是一种处事的豁达 做人的智慧 让是一种豁达 作家马德说过一句话 有多复杂的人心,就有多叵测的想法 不要纠缠在别人的所言所行中 更不要拿别人来折磨自己 人这辈子,千万不要和自己无关的人事事计较 更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别人去争论 有时候退一步,就能看到海阔天空 陈丹青年轻时和一位朋友出门 一大早,由于着急去办事 他和自己的朋友随便找了个小摊吃早饭 早上生意特别红火 他们二人等了半天 门口的角落里才有一个桌子空了出来 伙计很忙,一直顾不上给他们二人收拾桌子 他们等不及了,便亲自动手收拾起来 收拾完没一会,来了一位衣着蓝绿的老头 朝他们理论,我的饭还没吃完 你们就把我的饭收拾了,怎么办吧 陈丹青说,要不我给您买一份吧 给您赔罪了 不行,我一天的好心情被你们破坏了 给些钱当赔偿吧 那人把嗓音提高说 看着这人蛮不讲理的样子 朋友觉得实在是荒唐极了 但陈丹青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给了他 朋友心里有气,不明白陈丹青为何会这么做 陈丹青只说 和一个蛮横的人讲道理 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争吵 我让一步,可以让事情最小化 那为什么不呢 况且我们还要赶时间 很多人认为,让步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自己不是理亏的一方 就一定要具理力争 其实不然 茫茫人海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些磕磕碰碰 难免有令人皱紧了眉头的意外发生 过于计较 寸步不让 只能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很多时候 适时的让步 更能体现一个人豁达的胸襟 凡是懂得让步的人 往往能够趋利避害 他们在给别人留一些余地的同时 也给自己带来一份轻松 日子过得舒坦快乐 让是一种智慧 有人说 真正的爱情不是两个人能一起 携手走遍山窗湖海 而是看婚后 能不能忍得了柴米油盐间的琐碎 想起之前 在网上看过一个很火的故事 一位丈夫和自己的妻子下象棋 五招之后 她便盛局在望 妻子见到形势不妙 就不大乐意了 然后硬说马可以走田字 因为他的马是千里马 听到此处 她笑着忍让了下来 又非得让向过河 是小飞向 她又忍住了 最过分的是炮可以不用隔起 或者隔两个以上都可以打 因为是高射炮 她点点头 还是忍住了和妻子理论的冲动 忍无可忍的是车可以拐弯 妻子还阵阵有词说 哪有车不能拐弯的吗 想了想 前面都忍住了 所以她再一次让了妻子 继续艰难锁定胜局 但最后 妻子竟然用她第一势 吃掉了她的姜 说这是潜伏了多年的间谍 特意派来做卧底的 可想而知 最终是她妻子赢了这盘棋 但是她却说自己输的是心服口服 因为赢了棋局之后 她见到妻子一整天都是有说有笑 愉快地在忙各种事情 诚然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而是讲情的地方 面对亲近的人 适当地让步 往往能让家庭关系更和睦 宫崎俊说 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 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 所谓幸福的家庭 不是三观相合 也不是频道相同 只不过是懂得让步罢了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真的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 值得去争辩讨论 多的不过是生活里 一些细碎的小事 一个有智慧的人 在面对自己至亲至爱时 一定会明白 懂得让步的爱 才能走得幸福长久 让 是一个人最顶级的情商 韩山时德对问路 记录了一段很经典的对话 韩山问时德 世间有人帮我 欺我 如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误我 骗我 如何出知乎 时德说 只是忍他 让他 由他 递他 耐他 近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一起看他 年轻时看这段话 觉得这句话太过于软弱 可是 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大智慧 懂得让步 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情商 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 一位知名主持人 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 我打赌 这本书绝对不会有人想看 如果它能卖到一百万册 我就把鞋子吃下去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才过几天 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 早已超过一百万本的发行量 不出所料 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 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 十分特别 又甜又软 质地不同寻常 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 鞋子形状的蛋糕 面对冷嘲热讽 希拉里并没有的礼不饶人 而是用幽默宽容的方式 化解了这场矛盾 这样高情商的回应方式 既让对方兑现诺言 也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 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 待人处事的这一份大气 有句话说 让人三分不吃亏 容人三分无损失 太过看重得失荣辱 寸步不让 反而会放大冲突 将事情闹得不好收场 在生活中 面对那些无伤大雅的冒犯 不用太往心里去 有时候一笑置之 让一步就能皆大欢喜 和别人打交道的时间越长 就越能明白 懂得让步 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情商 布袋和尚在看到农夫插秧的情景后 曾写下一首诗 手把倾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静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农夫插秧是一边插 一边往后退的 无路可退之时 便是插好秧之时 所谓让步为高 宽人是福 为人处事也是如此 让步不是平庸 它是智慧的不争 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人生境界 愿你我都能在心中藏山那海 留几分宽厚 几分清醒 在漫漫人生中肆意遨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适我逐游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电影一样 请结局 请结局依旧 但我清醒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 不麻木 心爱的我都拥有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电影一样 不能像电影一样 请结局 最结局依旧 但我清醒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 终究是真切 不麻木 喜怒爱乐 汽水长流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 常常不知想做还是有 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 偶尽许多多路口 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 我愿人生有许多多路口 我愿人长久 我愿人长久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